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手写板输入法 它的系统装置 你需要用一个硬件 一个手写板,插入电脑 然后装上软体 你可以直接写字在硬板上 那些字就会传到电脑的螢光幕上 就会变成你需要打的字 现在你可以看看硬板的样子 手写板通常是四方框 或者是长方形,有一支笔 那个框里面是一个光滑的面 你可以直接写字 当你写好的字之后 它会传到电脑 电脑上也有一个 同样显示出来的四方框 就是你刚刚想写的字 你写完字之后 电脑就会回报给你 这个是什么字 你可以教广东话 你也可以教国语 例如我写这个 我、是、中 这几个字 这样的时候 它也有 有些联想字 譬如说它不知道你究竟 譬如说说中 那么就算了 你看到下面 它有一个中 有一个身 有一个冲 有一个冲 冲、甲和五 它就猜到你 或者有时候你写草的时候 它不知道你是不是肯定是中 或者是身 或者是冲 所以它又列了一堆字 给你的 在左边 它也有 有一个提示 就是一些联想字 譬如说 你现在看到 中夏湯 中世纪 中医院 中信局 等等 那就方便给你 假如你想 连接写那几个字是对的 你就这样点了几个字 你就省回后面那几个字了 那么 这个 軟体 硬体 手写板硬体来说 都算是非常之简单 那么 但是呢 就有 多少弱点 弱点在哪里呢 这个弱点 就是 对我来说是弱点 或者对你来说 不一定是弱点 那么 它因为速度比较慢 就是因为你是间接了 你写的字 在板上 然后把板传到电脑上 然后你选的字 那么呢 第二呢 就是 不适宜 而 执不忘字的人 比如说 你写的字 你都自己想不出来 那么你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时候 电脑也没有办法跟你打出来 那么 这个 其次呢 这个输入法呢 也有硬体时空的限制 其实也是 软硬体也有时空的限制 比如说 你去旅行 那就算了 除非你自己带你的电脑 带你自己的手写板 否则的话 假如你在外面 用外面的电脑 比如说你去酒店 别人有酒店的电脑给你 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装置 所以就有困难了 这个手写板 还有一个 弱点 就是说 不适宜 于 写很多字的文章 那么这些理由就很简单 因为你 你写太多字的时候 你 你太多手续 同时 写到手都远了 那就失去了 那个打字的意义 不适宜了 我 有一个 有点 码 你们在这些水平